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先看一下196页 好 我们来看一下应收账款 账还没有收到什么钱之前 我们说应收账款是最后的结果就两个 就是一个收到钱 一个没有收到钱 那在还没有应该一般两个人在免之前 我的应收账款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好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我们知道 刚才也许比较常听到的 跟地形态上的就是什么 不是指不动才的怎么样 那就是说呢 应收账款现在没有收到钱之前呢 我可以把应收账款做一个 还是有其他的一个功能存在 也就是说我去设定一样 好 那怎么样的话呢 意思是说 比如说好 我想在中文中一想 那我们来商业化的思想想法 因为基本上呢 我们可能 非常生活里头 我们常常都会收到的 比如说好了 你去借教科的钥匙 拿什么去借 拿什么 学生证 对呀 那学生证呢 它的功能在哪里 换言之 学生证 你拿学生证去 去借钥匙的钥匙 那意义是什么 第一个 当然要知道谁借的 第二个呢 要知道是 到时候呢 借了之后 我们要还钥匙 我要跟谁哪里 好 那当然 如果我们现在这里面 有一些财产存在 比如说 好 我们的麦克风 我们现在有两支麦克风 这边很难搬走 你要搬 但也是可以 其实没有办法那么容易搬 两支麦克风 麦克风呢 打走了 两支少了一支 然后下一堂课 借钥匙的呢 这个进来以后 发现 诶 教室里头 应该有两支麦克风 怎么少了一支 趕快去跟 这个 比如说 我们都是在管这些借的 跟管店的这个负责人讲说 你教室里面财产少了一下 好 那这个管店的管店 教室 钥匙的管理者 他是去追前面邪气的 前面邪气就要去把那些东西带来 那为什么少了一支麦克风 那当然现在呢 基本上学校里头 不是都管得比较松散的 就是没付给大家 那么大的一个异度 你少了 你要负责配 好 照理说 如果你在外面 你在外面借腾腰 那么帮助你说 我借给你 然后 然后呢 违环了之后 或许不敢太违环 违环了之后 违环了之后 要圆状的违环 也就是说 违环相片有什么东西 应该维持什么样的状态 你就可以维持圆来的情违环给他 好 所以要不然的话 那就要怎么样 要不然你要怎么收什么 来压进去 这就是什么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有点担保的意思 有点压的意思 也就是说 我担保 我拿我的行政策去借了 担保 我到时候钥匙还还给你 担保 我可以还的时候呢 我的教室是维持圆埋的状况 好 财产不会少掉 那这样一个担保的性质 那当然对你来 对学校来讲 其实只是 它并不是真的那么严重说 好 你要这样担保 可是你说外面呢 它就不一样了 好 那如果你要去跟银行借钱 那我们 向来我想 大家有点上货财务管理的概念的话 或者是一般基本上的厂试 应该就知道 如果 你就跟他口头上借钱 他对于借钱给你的人来讲 他风险比较高 因为 关于礼物款怎么办 你跟他讲说 要钱没钱 要会一条 那他用你的力干嘛呢 好 所以呢 对他来讲 他拿不到钱的风险比较高 因此他会要求的利期 利率就会比较高 好 风险跟高求成胜比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 那一样呢 如果我这里呢 我公司要去借钱 那我要去借钱呢 其实我又不是长期 或者是我借的时间蛮短的 所以呢 我就跟银行讲说 好 那我自己借钱 我也不想负担那么高的利率 那我就跟银行讲说 那我就拿我的应收账款来担保 对于应收账款担保的效率 或者是他的一个价值 或者是对于 待遇者 对于银行来讲 他的风险相较之下 还是比什么 还是比不动产的很高 因为不动产的像 不动产的这样 好 那我可以看到一个实体的东西 对于应收账款 当然你必须说 哦 谁欠我的好钱 他不是让你说的 干 他叫你抵振 好 为什么要借你这个钱 你之前 你跟他做了一个 什么样的买卖合约 那大家的买卖合约里头 做了什么样的 责令义务的规范 然后你现在的义务做到哪里了 因为你 比如说 你卖东西卖给他 他付钱 但在他没有付给你钱之前 他就有些人讲好 他的条件会是什么 或者多久要还你钱 这些等等的 这个所有的资料 你都要提供给他 去佐证 他去付钱你这个钱 他甚至还会去弹证 这家这个公司 也都有可能 好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担保 这个就是担保 那我们的担保 应收账款 也是一样有这样的功能 那我们姑且不讲说 他担保的 对银行来讲 他的功能有多强 右脸在这边 你都要力全 他刚标杂让你上课 好 好 那这样子的话 所以我们运收账款 运收账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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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运用上去的地方 单保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担保 基本上 担保的话 我只是保证 我只是什么 我只是担保而已 但是并不意味着 这个运收账款就运转了 好 我拿运收账款 就像你把小程说 我拿房子去跟银行给大家借款 房子所有权人 还是谁 还是你的 好 所以呢 担保也是一样 我拿运收账款 去跟银行借钱 或者是什么 跟我的债权人借钱 那我拿运收账款 去做担保 或是运收账款 收款人 还是我 原则上还是原来的 运收账款的债权人 那我的担保 可以分成所谓的 一般担保 跟特定担保 一般担保就是 我运收账款里面 假设我运收账款的 总金额有300万 好 那我就跟银行担保 都说300万 全部 我就担保 那我借多少钱 那如果你300万 可以运收账款 你只借30万 那银行呢 相对之下 会给你的利率比较低 因为300万 你最后不会说 不会要30万吧 好 所以呢 它基本上 因为工减就比较低 因为300万里面 它要最后 也能够收个30万的可能性 是很高的 所以呢 对它来讲 工减是比较低 因此它的要求的利率 就会比较低 好 但是如果呢 这个 我的运收账款 300万 我说我要借 370万 可不可能 但运收账款 然后去看 提出你的信用等等等等 包括 它对应收账款的平址 要先去提估 那也许 它会借鉴定的平址 那算是稍微比较高 因为你300万 就算你的 这个 没有不良的信用 的记录 就算你的债权呢 都有很 很 很 很确实的 限定 这个交易存在 这个债权存在 但是它也没有办法去保证 这个债务的利率 会 如期还款 所以它300万能够收回 270万的 风险相当较高 所以它会要求 利率也要较高 这种 基本上这是一种 商场的基本 基本常识 或者基本的理解 然后慢慢去提配它 然后 所以呢 这是一种一般担保 那种特定担保呢 就是 我300万的 运收账款里面 有一个A客户 它欠我100万 我就拿A客户 欠我的这100万 去担保 这个叫做特定担保 好 那这个特定担保呢 刚刚我们的时候 一般担保也是一样 就说 我的担保你如果收到钱了 基本上第一个 不要去管你跟银行借的钱 这是基本上 那个一个 翻款的一个时间点是这样 所以呢 有一般的担保跟特定担保 好 先让你理解一下这个东西之后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就一般担保的话呢 我们就要看一下 好 我们有特定值哪一笔 印修账款 这叫一般担保 那这个一般担保呢 在我们的快递处理上怎么做 196页 一般担保的倒数第二段 只需要在资产固债表中 附入揭漏即可 不需要做额外的快递处理 也就是说 你不需要把你的印修账款 从你的账上里面把它移除掉 或者是 或者是做什么特别的记录 你要在顾处上面去揭露 但是因为是一般的 就是你是做单保品呢 换言之呢 你是有一个流动 你是有个负债 不一定是流动负债 你是有个负债的 所以我去跟银行借钱 我拿到钱的时候 我是借现金贷借款 那贷你是什么样的借款 是藏钱是返金 好 那我担保的时候呢 我就是在我的印收账款的 那个这个 印收账款的会计特务里面 写一个注 那你写在注记 那注记的时候 在讲印收账款里面有多少 我已经给某一个银行 好 这个银行你可能也不用写出来 好 给A银行设定担保 好 多少钱也可以 好这样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把印收账款 把它从你的账上移除 除裂掉 因为你没有真的消灭 好 那如果说特定担保的话呢 是指我的印收账款里面的特定 作为这个担保品 好 那这个担保的话呢 它会有的什么借款额度 手续费利息计算方式 然后如果由何方收款 然后呢 以及是否通知顾客 好 何方收款有可能是什么 原来的运收账款的持有人 有可能是银行来负责收款 你是特定担保嘛 所以当这个运收账款收到钱的时候 你就什么 要还给银行 好 那所以你的通知客户是指谁呢 这个通知客户是指 应该是说 我的运收账款已经什么 去设定担保 我告诉债权账户人说 你这个债权我已经做了账保了 尤其是你这个 你敢给银行来收款的话 一定要告诉那个 决凡的债务员 我再把钱送给卸账 付给卸账 好我们看一下 施力8 好那施力8呢 你看一下中民公司呢 在12月1号 及其對中山公司的運收賬款30萬 像一般來賓銀行設定單保 那借款21萬然後開立票據 所以它有開立本票 所以它是借現金代應付票據 但是你要看一下 就要代表一下 因為是借款來的 就是借款來的應付票據 那手續費為借款的金額2% 然後每月月底按未償還的部分 來還利息利率是1% 就要告訴你是每個月償還 然後它的利息是1% 那這個月償還利率是1% 所以這個1%已經是指的是月息 所以你不要再把1除以12 所以你要看得懂它的文字上面 所以要改為第四 那12月1號 12月份呢 中年公司已經收回設定單保的 應收賬款15萬 也就是說這個特定單保呢 收款也還是維持是中年公司 好 然後呢發生了退回跟責讓3千 那12月31號呢 將全部收到的錢 收到的現金數 然後另外將利息還給第一銀行 好 這是12月份發生的事情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這個例子來講 雖然課程上面已經有了 我們自己去思考一下它寫的 好 它講的 好 我們剛剛講了 就中年公司來講 12月1號 我去設定單保 我是拿到現金 21萬 好 那本來要帶應付票據 不是本來的 我不會帶應付票據 因為我是一個借款 好 應付票據 好 A許註明一下 它不是一般的營業行為所產生的 好 是借款來的 我開的一張本票是21萬 好 上面是告訴你是這樣的 好 所以它借了21萬 然後呢 它開一個本票 但是呢 我借的這個錢呢 那個中年公司有沒有全部收到21萬 因為它後面就告訴你 手續費為借款的2% 所以我借的是21萬 2%呢 就是多少 4200 所以我有一個手續費 所以手續費呢 其實現在有一種 也可以叫做財務費用 所以現在其實財務費用的 那個計程是很高的 對 財務費用所高含的 來臨是很多的 比如說像這種的手續費 也是財務費用 利息費用其實也是財務費用的一種 所以借款的2%就是4200 所以我收到的現金就沒收到那麼多 好 你本來要寫 借現金21萬 帶應付票數21萬 然後借手續費4200 帶現金4200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分路合在一起寫 因為是同時發生的 就是我拿到現金是205800 好 所以這個你先寫出來 然後再來呢 因為對於這個中銘公司來講 它只應收帳號去設定領單保 定力要把它什麼 移轉掉 所以我只要在我的報表上面 如果我在編表的話 12月1號那天編表 我在我的報表上面 去注明運收帳款裡面 有些21萬去設定單保 好 應該是30萬去設定單保 好 它是特定的 30萬 那我剛剛講 不可能把30萬的運收帳款 全部都什麼 都借 那個第一公司呢 第一銀行它不會30萬 全部都借給你 因為它什麼叫保護一點 好 那再來呢 我們看一下 接下來是收到了15萬 然後呢 發生退回跟責讓 好 所以呢 就這個例子來講 12月份 好 我們收到的現金 好 我收到現金呢 15萬 對應律發生的消貨退回與責讓 對應律發生的消貨退回與責讓 3千 所以我的應律賬款呢 就什麼 就減少了吧 因為應律賬款收到錢了 好 我就再次應律賬款 15萬3千 好 那我剛剛也要講 我這裡也要講一下 如果說 我前面 假設呢 我12月1號做這個分路之後 那我要註明我的應律賬款 裡面有多少是設定當少的 好 所以呢 我也可以多做一個這樣的分路 那我就不是在上面去付助了 也就是說 我12月1號呢 我也可以同時再做一個設定 當保的應律賬款 30萬 貸 應律賬款 我這樣寫的話呢 我就不用再付助了 不用在我的報表上面做付助 因為我的應律賬款 在我的報表上面 我的應律賬款呢 已經把這30萬 踢掉 然後我有一個設定擔保應律賬款 在我的報表裡面 好 現在要問你 我設定 我如果有 我12月1號 因為拿三義傳去跟地銀行借錢 然後設定了做的擔保 當做擔保 那我12月1號除了拿到現金之外 我同時把應律賬款設定的部分 轉為設定擔保的應律賬款 請問想 設定擔保的應律賬款 在你的資產負債表裡面 它算什麼 資產負債權利 它算哪一個 它算哪一個 資產負債權利 它算是資產嗎 對不對 我只是把資產的性質分出來而已 那放在哪一個位置 也是在應律賬款的底下而已 它是算應律賬款 只是我告訴你說 我的應律賬款有30萬 是設定擔保的應律賬款 那其他的應律賬款就沒有設定 好 就是我的一般的應律賬款 就是如果我有單獨寫這個分度的話 那我剛剛就已經講了 我就不用在我的應律賬款去誇服說 住多少 住多少裡頭去註明說 我的有30萬 你已經給定銀行 或者是我給某銀行 設定擔保 那這個 如果我有寫這樣的人物 我的備註上面就不用再去備註了 因為在我報索上面 就已經呈現這個事實了 好 那如果我這邊是這樣寫 對不起喔 你這個應律賬款 就是要充這個科目了 所以你要充的是設定擔保的應律賬款 如果你前面12月1號有寫字的分路 你12月份收到應律賬款 設定擔保的應律賬款 收到現金的時候 你這邊就不是叫做應律賬款 因為兩個充兩次應律賬款就不對了嘛 所以就是什麼 設定擔保的應律賬款 好 如果是你前面12月1號 有做這件事情的話 不是要做這種一個分路 科目是這一個 你不能再寫應律賬款 好 所以我告訴你 有時候是 我講的 你也許在課本上面 那時候呢 只是跟你講一個方式 一個科目 一個交易怎麼做而已 那我還可以告訴你多一點 因為我說了 其實 會計的處理方式沒有絕對的標準 所以沒有絕對的標準 是你分路寫的過程裡頭 沒有絕對的標準 但是你在報的呈現上面的 就必須符合所謂的 會計準則的規定 好 只是這樣而已 好 那我們12月31號 所以這是12月份 我收到錢的時候我做的分路 那12月31號呢 我會把我收到的錢加上利息去還給銀行 好 那我12月31號要做的分路 好 我要還給銀行現金 我收到15萬 但是呢 我要還給銀行不是只有15萬而已 我要加一個月的利息 那這邊已經告訴你 我的月息是什麼 借款的百分 未廠還的百分之一 所以我的一個月的利息做12月份來講就是什麼 兩千一 所以我要還的現金是15萬兩千一百 好 那我要還的是我的 好 應付票據 好 這是借款來的15萬 剩下來是我的利息費用 三千 來兩千一百 好 這是12月份的時候我收到錢的時候我做的分路 那在地銀行呢 比較簡單 地銀行呢 因為收款我就是借 因為特別上面旁邊有寫定銀行 定銀行有什麼東西不講 因為收款它是中銀公司收款 所以當定銀行接錢給中銀公司的時候 它是借應付 因為拿到應付票據 借應付票據 借應付票據 貸現金21萬 好 然後呢 只是它沒有付現金21萬啊 因爲什麼 它還要收到手續費收入 所以是借應付票據21萬 貸手續費收入4200 這個貸現金20萬5800 我們會跟它相對應的 那12月收到現金的時候它都不用管 因爲什麼 就是中銀公司收到錢 12月31號 中銀公司呢 要把它的賬款收 還給銀行的時候呢 它就會借現金 好 它的貸現金就是銀行的借現金 借現金15萬2100 然後貸利息收入2100 貸應付票據15萬 那再來看一下呢 是一 隔年的1月份 又發生的銷貨折扣跟災賬1萬塊 其他呢 全數收回 然後1月底呢 就把所有的賬款都還清了 好 所以呢 看一下呢 在隔年的1月份 好 我收到 好 我收到呢 我發生的銷貨 退回 責讓 好 它是說 然後有發生的廢禮單賬 好 假設我應該一定收賬款都會 一般來講都會什麼 都會去提列廢單 好 但它賬款收不回的是從這個 好 那我的運收可以 責讓是多少 1000塊 剩下我都全部收回來了 好 然後剩下就收回現金 我帶什麼 應收賬款 因為全部的應收賬款有30萬 好 你全部的應收賬款有30萬 然後我現在收回13萬5000 然後呢 153000 對不起 這邊 所以30萬 我用提示他們來表示 好 這個專款的這個賬戶 中山公司的 好 收回153000 應收賬款充掉 然後我這邊又發生了 收不回來的1000 嗯 1000又怎麼講 好 那我的運收賬款 配以代賬呢 又發生的是 配以代賬呢 配以代賬呢 又發生的是 配以代賬呢 所以我這邊呢 是16萬4000 用出來說 忘記代賬 所以這邊是16萬4000 所以我這邊剩下多少 所以剩下來的是 我收到的薪資是13萬6000 所以我這邊剩下的薪資是13萬6000 所以這邊剩下的薪資是13萬6000 所以我這邊剩下的薪資是13萬6000 也就是說我年底的時候 在這個時間點做完的時候 是剩下14萬7千里面 14萬7千里面扣掉1萬1千 只要收到現金 收到現金